大家好,我是乐天 上一期我们说到 在利木鲁与两条龙种对阵的时候 下海同时兼顾非空船的战场 在紫园和苍蝇陷入苦战的时候 及时赐予了相应的全能,扭转了战局 至此,卓尔龙维路格林德与红丸定下的八门见证 其中的三扇门已经被利木鲁放击破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本期视频我们便讲讲 原初之子乌艾提玛与帝国序列二位的 全胜达姆拉达之间的战斗 以及消散的记忆 那么我们便开始吧 久等了 达姆拉达眼前的是一位散发着恐怖气息 却面带微笑的少女 少女名为乌艾提玛 是魔王利木鲁的部下 世界上仅有的七主原初恶魔之一 不仅让原初成为自己的手下 还赐予了你们如此程度的力量 哼哼,果然注意到了吗 没错,利木鲁大人赐予了砸力量 现在砸可是处于最佳状态哦 达姆拉达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利木鲁从梦幻要在里边逃出来之后 无视了非公船上的皇帝等人 赐予了原初三与十万的灵魂进行觉醒 这是连那最初的魔王其一 也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足以证明魔王利木鲁是一个多么异常的存在 不过,达姆拉达可没有认输的打算 为了实现与鲁德拉的约定 有必要战胜眼前的这个恶魔 果然还是要开打吗 那是自然 我身为陛下的骑士 有必要让你领悟一下我的力量 就这样 序列二位的达姆拉达与残略王 乌瓦提马的战斗开始了 达姆拉达冷哼一声 体内隐藏的巨大能量一下子便躁动了起来 身上的铠甲随之散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此时的达姆拉达宛如战神一般 乌瓦提马白好架势 打算正面接下攻击 片刻之后 达姆拉达化身为一道光芒 朝着乌瓦提马飞奔而去 随后附加上自身拳的猛亏右拳 仅仅是如此普通的一击 但在乌瓦提马的视角 却是十几道交织在一起的拳影 向他积枣而来 乌瓦提马心里一惊 迅速后撤拉开距离 随后似乎要将大地撕裂一般 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 竞技场的大地遭到的破坏 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便是全胜达姆拉达 当然 乌瓦提马并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发呆 倒不如说 乌瓦提马立刻便发起了反击 正常情况下 对方的攻击打空 必然会有一小段失去平衡的时间 而如何巧妙地利用这个空隙 便是至身的关键 乌瓦提马猛冲向达姆拉达 不是使用魔法 而是单纯地想要依靠体术来获得胜利 只可惜 虽然乌瓦提马在魔法方面的造诣 已经达到了顶峰 但在体术上还是差了一截 达姆拉达很轻松地便躲开了攻击 随后顺时来了一个回旋梯 击中了正要后撤的乌瓦提马 情急之下 乌瓦提马用手接下了攻击 但还是被踢飞了数米之远 重新站稳了身姿之后 乌瓦提马露出了微笑 观察着达姆拉达 达姆拉达只是静静地站着 那个架式毫无破绽 甚至让人感觉 如果没有进化 可能会无法取胜 这个人 好像能跟日向匹迪的感觉 纯粹地磨练自己对人对物的技巧 这种类型真的是很棘手呢 单纯的磨练技巧能够做到以弱胜强 在这方面 百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何灵活地运用能力 乃是强大的秘诀之一 只可惜 这些东西跟尚未存在 是完全无缘的事情 这个世界的种族 先天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物外提马作为恶魔族顶点的存在之一 天生就能完美地支配魔力 就算只是单纯地把魔力解放 也比不乱修行后的哥布塔要强得多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花里胡哨的技巧根本就没有用 所以没有努力的必要 不过 与维鲁格林的战斗并且惨败之后 物外提马认识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即便是存在就已经是最强的龙种 却还展现出了高超的魔力操作技巧 使用者那只有一成实力的并列存在 也能够在魔法的领域上 碾压以魔法为傲的恶魔族 如果是完全体 怕是连反抗都做不到 可以说 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屈辱 更加颠覆自己世界观的事情呢 但同时 这也是一份幸运 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看到了更高的层次 知道了 原来把技能跟魔法结合起来 就能得到更多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 在看到这种可能性的战斗之后 还活了下来 这让原本以为自己就是顶尖的物外提马 无比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强大 还在这对力量无限可求的尽头 物外提马听见了不可思议的声音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就稍微帮帮你吧 夏儿回应了物外提马的祈愿 给予了他能够看破各种生命体的弱点 并且根据不同状况生成对应毒的究极能力 死毒之亡 这让物外提马看不到输的可能性 但是 现在的物外提马并不希望过分地依赖这股力量 迪阿布罗说过 只是依赖被赐予的力量 不会真正地成为自己的实力 因此 物外提马现在打算全力以赴 不再单纯地依靠与生俱来的力量 而是完美地运用自己的权能来获得胜利 只见物外提马提高了自身的力量 化身为一道紫光向着达姆拉达冲撞而去 强大的力量滑破了空间 让物外提马的身影变得越方模糊了起来 还另一边的达姆拉达疼得向前踏出了一步 随后挥出了右拳 打算以暴之霸 金色的拳影伴随着一道道赤裂的光芒 将物外提马的动作挡了下来 随后 金子两道光芒交织在一起 物外提马运用自己强大的魔力施展着攻击 而达姆拉达则利用自己千年以来 索西德的技巧进行压制反击 两人打的是有来有回 只是 数个回合下来之后 物外提马从内心深处感到了愉悦 与之相对的 达姆拉达满脸苦涩 这是因为 物外提马在不断地成长着 凭借着过人的天赋 疑似的技能 物外提马看一眼便可以掌握 最重要的 达姆拉达无法立刻解决物外提马 也就是说 随着战斗的退移 胜利的天平就会逐渐地向物外提马倾前 达姆拉达被逼到了血精 随后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 明白了 咱渐渐明白了 物外提马的气势发生的变化 从达姆拉达那里偷学到了足够多的技巧之后 现在的物外提马已经打算不再保留实力 只见物外提马的背后展开了六对 如同蝙蝠一般没有羽毛的翅膀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辉 要上了 嗯 如此轩辕之后 物外提马背后的翅膀同时动了起来 汇聚成拳头的形状 瞄准达姆拉达发起了攻击 其中所蕴含的能量前所未有 想要避开翅膀的达姆拉达 在接触拳头的瞬间就被击飞 不过攻击并没有因此结束 穿过达姆拉达之后 翅膀开始掉头往回飞翔 环绕着达姆拉达 打算封住他的行动 他最喜欢看的就是你这种表情了呢 别小看人小丫头 威力再强 只要打不中就没有意义 达姆拉达屏住了呼吸 更加专注于躲善工作 虽然口罩上还在逞强 但他的心里却很是着急 这是因为物外提马的身上没有破绽 那就制造破绽 达姆拉达这么想着 故意装出自己慢了一拍的样子 一瞬间 其中一片翅膀贯穿了达姆拉达的大腿 物外提马露出了邪恶的表情 放缓攻击 打算戏弄受伤倒地的达姆拉达 是的 强大的种族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骄傲 在面对绝对能赢的场面 即便是物外提马也会露出破绽 圣霸崩拳 在受伤倒地的一刻 达姆拉达使出了自己的必杀奥义 朝着疏忽大意的物外提马 挥出了全力的一击 只见物外提马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因为无法及时防御 而直接被达姆拉达的攻击命中 随后物外提马的身体被光芒所贯穿 发生崩溃 逐渐消亡 只差最后一击补刀 达姆拉达便获得了胜利 可是就在这时 达姆拉达却感受到了一阵恶寒 下一个瞬间 原本崩溃消失的物外提马 化为了一片翅膀 不 应该说 那本来就只是变化成物外提马样子的翅膀罢了 死毒崩拳 模仿着达姆拉达的招式 物外提马在手中 释加上自己的究极能力死毒之王 随后以灌手的形式 突破了达姆拉达的防御 就在这一刻分出了胜负 达姆拉达的身体失去了控制 就连握紧双拳都无法做到 吐穴倒下 可即便如此 他仍然用愤怒的目光 注视着赤笑的物外提马 白痴 你那叫灌手还不是崩拳 不过 威力倒是无可挑剔的 应该并名为是红蛇死毒手 才更加合适 说完这句 达姆拉达满足的看向了天空 随后露出了略微有些后悔的苦笑 这次是真的失败了 持续了万年的争斗 皇帝鲁德拉已经没有等待下次的机会了 陛下 达姆拉达嘀咕了一声 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 达姆拉达 能听我说说吗 什么事 如果是无聊的抱怨 请去找维鲁格林德大人 还是说 对维鲁格林德大人有意见 那就更应该去找他本人了 要不然 我也被记恨就麻烦了 你可真是个冷漠的家伙 不对 今天我找你是更加严肃的事情 请说吧 看到鲁德拉的眼神 达姆拉达也意识到了什么 他知道 如果听完了接下来的这段话 他们就无法保持现在的关系了 看来 每次转身都会消耗我的魂 根据勇者鲁德拉的说法 他的转身并不是通过魔法实现的 而是为了继承自身强大的力量 进行了特殊的仪式 以凡人之躯获得了超越隆重的永生的力量 其所付出的代价 就是魂的消耗 如此下去的话 鲁德拉将会被自己的力量吞食 变得不再是鲁德拉 每次转身我都会失去很重要的东西 可是 失去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个问题啊 鲁德拉自顾自地说着 陛下 我说 达姆拉达 是 这是赤灵 如果我变得不再是我 你就 亲手杀了我 鲁德拉大人 毕竟 这些事情 没有办法拜托维鲁格林德 不是吗 维鲁格林德是鲁德拉的爱人 让他来杀死自己这件事 鲁德拉不可能办得到 我也 办不到 达姆拉达拼命地把这句话淹了下去 但是 这是自己的挚友鲁德拉的心愿 他也不可能拒绝 别说这种丧气话 就算有这么个万一 我也会好好帮你善后的 你可真是没变过啊 交给你了 这是 很久很久以前 达姆拉达与鲁德拉坐下的约定 随后 时光荏苒 鱼已经累了 意志鱼的正义之王的暴走是有限度的 说到底 绝对的正义跟邪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有人都能认同的正义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 达姆拉达 还记得跟鱼的约定吗 当然记得 那就好 鲁德拉笑了笑 随后又变回了严肃的表情 达姆拉达 这是赤礼 为了在你失守时有所准备 去寻找能够打破正义之王 并且杀死鱼的人作为后补 虽然让你做这样的事鱼也很难过 但是 必须要在鱼还是鱼的时间里 做好完全的准备 您的命令 我明白了 抱歉 得到达姆拉达的回复之后 鲁德拉自言自语了起来 有人托付给鱼的正义之王 力量太过强大了 和其一的对决 下一次恐怕就是最后一次 如果在那之前出现了暴走的征兆 无需顾虑 杀死鱼 拜托你了 遵旨 鲁德拉闭上了双眼 他回想起了过去与新王龙维洛达纳瓦定下的约定 此时 因为无法遵守约定的最后 而感到了不甘 没能达成约定的话 就到那个世界去赎罪吧 达姆拉达假装没有听到这句话 默默地退出了房间 被自己口中的血呛到 达姆拉达的意识回到了现在 陛下 对不起 我没能完成你的斥令 达姆拉达想着又一次咳出了奸血 他感到了后悔 但同时也感到了安心 皇帝鲁德拉对他来说 就是光辉闪耀的英雄 是自己敬爱的主人 要杀死主人 以及寻找能够杀死主人的人 这两个命令对达姆拉达来说 只有无尽的痛苦 当然 达姆拉达也确实按照命令 去寻找了能够作为后果的人 也就是拥有着能力封杀体制的 神乐版优术 这种体制连纠继能力都能无效化 只可惜 他还是在跟鲁德拉的对峙中被支配了 这个任务也随之以失败告终 可就在这时 达姆拉达的脑中忽然产生了一个疑惑 为什么陛下要支配优术呢 杀 外提马反问了一句 不过达姆拉达只是聚集思考着 要下定杀死自己的人就是鲁德拉 那么他就不可能出来妨碍这件事 除非 果然 是这样啊 鲁德拉陛下 已经 不知是否是临死前的灵光一闪 达姆拉达找到了真相 鲁德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在十千篇的时候 我曾经说到过这一点 梦想的统一世界 建立永久和平的充满着梦想的少年 生计人类是可以互相理解的生物 总有一天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 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如果统一人类的话 将不再有贫困与纷争 所有人都可以过上平等的生活 为了人类而让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勇者 背负着无尽的痛楚与艰辛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快乐地活着 鲁德拉不停地奔走 不停地经历着生离死别 所以皇帝鲁德拉对达姆拉达来说 就是一位光辉闪耀的英雄 可是鲁德拉的理想 在实现之前就淫落的终结 鲁德拉已经不再是鲁德拉了 你在哭吗 因为害怕死亡 不 是因为约定 约定 嗯 达姆拉达的生命就要消灿了 可是他并没有介意这一点 只是 没有完成与鲁德拉的约定 对达姆拉达来说是无法容认的事情 现在的鲁德拉 毫无疑问变成了他的友人 新王龙维洛达纳瓦赐予他的究极能力 正义之王 是的 达姆拉达必须要完成鲁德拉的吃力 即便已经失败了 也要找出值得托付这个任务的人 这是达姆拉达与鲁德拉的约定 来要托付的人 能否拜托你 将鲁德拉陛下杀死 啊 为什么是咱 不是非得是你 将我的话 传达给魔王利姆路 好吗 不是不是 反正咱本来就是要杀死鲁德拉那个家伙 这种事还是交给咱吧 虽然不会坦率地回应 但乌爱提马还是挺喜欢这个 教会自己如何运用技巧的对手的 还有一件事 什么 那位名叫正性的少年 请保护他 达姆拉达确信 正性就是 可以是可以 但是报仇呢 听到乌爱提马的话 达姆拉达安心了下来 其实乌爱提马只是想让达姆拉达困扰 才提出这个要求 不过却在另一种程度上 成为了让达姆拉达放心的保证 报仇就是我的魂的全部 我所掌握的所有的技术 全部托付给你 算合格吧 看着一脸不情愿的乌爱提马 达姆拉达笑了 随后 鲁德拉陛下 我现在就前往您的身边 说完后 原纳斯卡王国的宰相 统一皇帝 鲁德拉 纳姆 乌爱 纳斯卡的挚友 全圣达姆拉达 就如同睡着了一般停滞了呼吸 屋爱提马独自站着 用十爱片翅膀轻弱地 包裹住了达姆拉达的遗体 按照契约 将达姆拉达的全部都收为己有 从这时起 全圣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新的权魔就此诞生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 还请三连一波 如果你对本系列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的收藏价里 点击播放全部 下一期的话 会继续讲皇帝的真相 点赞过时间 便会有下一期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by bwd6